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搭配起来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独特的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 其次 小小手抄报制作体现大能力 制作手抄报是锻炼综合素质的过程 通过观察世界做到反应生活 准确表达 是眼力 脑力 比例的综合体现 那手抄报可以记录什么 读书笔记 观影感受 身边趣事 未来畅详 万物皆可手抄报 只要能想到 通通都能在纸上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